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全球最热的新闻就是 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次集会上遭到枪击 枪手在距离川普137米远的屋顶上向川普射击 川普的右耳上部被擦伤,流血,但受伤不重 现场一名支持者被杀,还有一名重伤 枪手被特勤局狙击手击中死亡 也就是说,最少有两人死亡 但是,一向左倾的主流媒体在新闻报道的标题上 故意淡化事件的严重性 极力避免提到暗杀和枪击 仿佛是中共的党委在审查言论 请看今天主流媒体的头条新闻如下 NBC,特朗普集会上传来暴力声 BBC,宾夕法尼亚集会上一次枪击事件后 特朗普安然无恙 ABC新闻,拜登听取特朗普集会事件简报 议员谴责暴力行为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集会事件中受伤 NBC新闻,时时更新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集会遭枪击后安然无恙 CBS新闻,枪响后 特朗普被紧急送离集会舞台 但很安全 下面是川普在枪击事件发生后写的信息 我要感谢美国特勤局和所有执法部门 对刚刚在宾夕法尼亚州 巴特勒发生的枪击事件做出了快速反应 最重要的是 我想象在集会上遇难的人的家人 以及另一个受重伤的人的家人表示哀悼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样的行为可以在我们国家发生 目前对枪手一无所知 他现在已经死了 我被一颗子弹射中 刺穿了我右耳的上班部分 我立即知道出了问题 我听到了呼啸声、枪声 并立即感觉到子弹从皮肤上撕裂 大量出血 所以我当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上帝保佑美国 下面是一位X平台用户写的贴文 我是我所在营的狙击手 就夜观 领导了数百次战斗任务 安全计划中存在重大安全漏洞 导致射手在约130米处 与特朗普总统交战 轻而易举 川普被暗杀现场 也有目击者称 他看到嫌疑人爬上活动现场外 附近的一座建筑物的顶部 并通知了警方 但警方并未采取行动 这个过程持续了四五分钟 现在的问题是 为何特勤局对此栋建筑没有防备 即使有人报警 最后 凶手在附近建筑顶层被击毙 可怕的是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特勤局的狙击手 早已瞄准了目标抢手 但没有急事射击 等到枪手射击了竖枪之后 才开始射击枪手 这是为什么 袭击川普的枪手 是20岁的托马斯 马修克鲁克斯 Thomas Madu Krux 他在枪击事件发生后 被特勤局特工在现场击毙 他2022年 从伯特利公园高中毕业 根据阿克伦热格最新消息 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 Thomas Madu Krux 被确认为在唐纳德川普 在宾夕法尼亚州集会上 像其开枪的嫌疑人 克鲁克斯现年20岁 来自宾夕法尼亚州 贝斯尔公园 Baddle Park 距离巴特勒集会地点以南 约40英里 他在开枪后 被特勤局枪手抱头 当场死亡 有网友发了下面这个信息 老师好 麻烦你来一期 关于文物法修改的内容吧 呼吁一下 感觉现在这行干不下去了 新货说是诈骗 老的又说是倒卖文物 特么的两头堵啊 我刚从看守所出来 涉嫌倒卖三级文物罪 花了大几万才出来 我卖出的货 不过就是一个清代的石雕构建儿 并且是六年前的事情 按照这个逻辑 这个坑咱也不知道怎么规避啊 目前看 如果新的文物法不通过 不修改 古玩人就是案板上的一块肉 啥时候想吃 他们啥时候下刀 一位网友说 现在开始排查高晓松的书籍了 下面是通知内容 请出版物经营机构 尽快排查馆店内 有无高晓松的书籍 线上线下都要排查 线下店如有请下架 同时于明天下班前拍照私发我 备注书籍名称 线上店请立即下架 并截图私发给我 备注书籍名称 谢谢 接上及管理部门通知 请大家排查 一个网名叫 活不下去的沈阳新业人 发帖说 我是新业银行 沈阳分行的一线员工 正式员工 从24岁入职 至今已服务新业银行16年 这十几年 我一直奋斗在一线 也曾经被评为优秀员工 但在新业银行 沈阳分行 严苛及频繁变动的 考核体制之下 我无力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 被诊断为中中毒抑郁症 在住院的第二个月 即被新业银行 沈阳分行劝退 且停发工资 目前我已无力赡养父母 无法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 在巨大的压力下 我的病情日渐加重 治疗费更是无力承担 服务新业银行多年 换来的就是在生病期间 被抛弃 被推向社会 这难道就是一家上市公司的 企业社会责任感吗 生病已经非常痛苦 不但得不到新业银行的关心 及救助 还被如此对待 真是雪上加霜 几年前 已经有和我同样经历的 新业银行小伙伴 从楼上纵身一跃 我不希望自己重蹈覆辙 更不希望仍在承受 巨大工作压力的 新业一线员工们 和我有同样的遭遇 我只是个缩影 如果我的遭遇和不幸 可以唤醒金融行业的良知 我情愿不幸继续发声 另一个新闻是 天津一位女子喜欢做手工 时间久了 家里手工一品太多 便在某购物平台 注册了店铺 卖自己做的手工一品 两年时间赚了四万多 万万没有想到 被市监局罚款二十六万 真的是太离谱了 对于这件事 你认为合理吗 中共官媒海峡两岸 全面揭批民进党十大罪 一是贪污腐败 二是官商勾结 三是压制民主控制舆论 四是权力不受制约 五是任人为亲 六是经济低迷青年失业 七是末是食品安全 八是债务创新高 九是恶化发展环境 台海局势紧张 十是民生水深火热 怎么我看到 全是骂他中共的呢 完全是中共自己做的事 最近 对食用油安全的讨论 逐渐过渡到 中国货车司机 赚不到钱的问题 我展示两组数据 分别是美国和中国 卡车运输成本的结构 也就是每项成本 在总运输成本中的比重 各是多少 美国的数据 来自美国运输研究所 2023年的报告 表中数字是单位距离 或时间运输总成本中 各项成本的百分比 2014到2022年的数据都有 中国的数据不太好找 我找到的是南开大学 研究物流的一组学者 在2013年出版的 一本书中的一幅图 呈现的是 2011年中国卡车运输成本结构 两国数据不完全可比 但还是可以看出的大概 我拿中国2011年 和美国2014年数据比较 美国司机的工资和福利 占总成本的35% 中国司机只占11% 少了24个百分点 确实赚不到钱 美国运输成本中 油钱占34% 中国成本中 油钱占43% 多了近10个点 美国成本中 过桥过路费占1% 中国成本中 过桥过路费占11% 多了10个点 美国成本中 剩下的30% 是车辆租金 折旧 保险 养护等费用 中国这部分 系目不完全相同 约为35% 因此 中国司机 比美国司机 少赚的24个百分点中 八成被卖汽柴油 和收入侨费的分走了 我猜 前几天一看到媒体 针对国有企业 就会发疯的那群人 面对这个结论 可能会选择性沉默吧 之后 又有网友调查2021年 公路货运行业重点企业 经营情况调查报告发现 在公路货运成本结构中 路桥费已经飙升到 成本的三分之一 占32.1% 近年来 部分重点企业 加快自营或共建车队建设 加大对运输成本的管理与优化 因此成本分析 主要是基于自营车队 由于自营车队 主要运送附加值极高的货物 主要考虑使用相式车辆 这也是货运车辆未来发展的方向 考虑到运输成本 具有地远地减的特征 我们主要对长途干线成本进行分析 调查显示 公路货运企业运输成本结构中 路桥费 燃油费 驾驶员工资和车辆折旧 是最主要的四项成本 占比分别为32.1% 30.1% 19.7%和13.3% 合计占95.2% 此外维修费占2.0% 轮胎占0.8% 车辆保险费占1.7% 年审办证等费用占0.3% 调查显示 五周以上重型相式货车 含汽车列车 平均车公里成本为5.91元 集美跑一公里 路桥费1.9元 燃油费1.78元 按照相式货车 30吨平均和再计算 吨公里成本为0.2元 中国工信部罗道军说 芯片自给率不到10% 建议做车为芯片的企业 尽量往高端走 财联社上海财联社官方账号发布 工信部罗道军 芯片自给率不到10% 建议做车为芯片的企业 尽量往高端走 财联社7月13日电 2024中国汽车论坛 于7月11日到13日在上海举行 主题为引领芯片格 共赢新未来 工信部电子无锁元器件与材料研究院 高级副院长罗道军谈道 中国拥有最大的新能源车产能 用量也是越来越多 但是芯片的自给率 确实目前不到10% 是结构性的短缺 他建议做车为芯片的企业 尽量往高端走 低端现在又开始卷得不行了 我们有一句俗语 叫只要国人会做的事情 很快就会决掉 所以必须要不断地创新 他说 罗道军强调 中国现在的产业里面两个亮点 一个新能源 一个汽车 他坦言道 如今国际环境越来越差 车企的内卷也越来越厉害 所以对芯片来讲 车是一个好的行业 应用也越来越多 结构性矛盾 也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机会 新闻 合肥市土地储备中心 元党组副书记 主任赵无明 严重违纪违法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安徽纪检监查 月前 经中共合肥市委批准 合肥市纪委监委 对合肥市土地储备中心 元党组副书记 主任赵无明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 赵无明身为党员领导干部 丧失理想信念 背离初心使命 信仰缺失 精神缺感 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对抗组织审查 立令致婚 公然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利用职权大肆收受管理服务 对象礼品 礼金 消费卡 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 违规配备公务用车 组织关店淡薄 在组织谈话寒寻时 不如实项组织说明问题 轻轻不分 底线失手 借用管理服务对象钱款 违反生活纪律 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在项目规划 土地使用权取得 项目审批等事项上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 这么多罪名中 精神缺钙 是最搞笑的一个 哈哈 最后 是一个中国底层如何互害的小故事 这是好几年前关注过的事情 没想到近年来已经出了结局 今天再次看到新闻 还是忍不住想再吐槽一次 当初网络上热议的时候 叫河北老人砸楼梯事件 估计很多人还有点印象 河北石家庄某小区一位大业 把一单元的单元门封死 同时砸掉了一楼和二楼上楼的楼梯 因为楼上的业主 不愿意给大业交五十万上楼费 这事情当时挺轰动的 除了二楼一户 可以在地面上绑个梯子上下楼之外 三到七楼的业主 全都被迫搬出了自己家 把房子空置在那里 有业主向记者哭诉自己的痛苦 本来是学区房 借钱花光积蓄买来给孩子上学 结果房贷欠着 房子住不了 你还没出说理去 所有问题的源头 来自于开发商和大业签订的一份 拆迁补偿协议 开发商就在协议中玩了得小心眼 把一楼和二楼的楼梯 算进了补偿面积之中 大业发现问题后已经来不及了 房子被拆了 协议也签了 可原本这是他跟开发商之间的问题 却由于斗不过开发商 甚至连人都找不到 大业想到了好主意 既然楼梯是我的 那上楼的人全部得给我交钱 五十万 楼上住户都猛逼了 傻逼吧这人 此计不成 干不过开发商还能干不过你们 大业心一横 直接把一楼和二楼的楼梯给拆了 不愿意交五十万上楼费 家都让你回不去 损失更大 这些住户和大业闹得不可开交 竟悲哀的发现 真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起诉之后 法院判大业修复楼梯 可楼梯修复后 大业还是那句话 要上楼 先交钱 我有协议 楼梯是我的 楼上的业主们实在没办法了 商讨每家出个几万块 凑够二十万给大业 吃点亏把这口气咽下去得了 没想到大业果断拒绝 五十万 少一分你们就飞上去 双方再次陷入争执之中 大业一怒 又把楼梯给砸了 就这样 除了二楼一户 在地面绑扎梯子 每天翻窗回家之外 其他所有业主 都只能无奈地搬了出去 大业赢了吗 没有 砸掉楼梯 对他而言 没有任何利益 反而每天进出门 要看着一大片废墟 和裸露的钢筋 业主赢了吗 更没有 家都没了 每天租房子交租金 损失更是离谱 那谁赢了 只有开发商 期间媒体也来调解过 但仍然失败 双方差点就打了起来 记者只能联系到开发商 开发商却说 协议已经签了 跟我们无关 这种令人悲哀的局面 维持了整整五年 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 近年法院最终判了大业败诉 故意毁坏公共财物 以及侵犯其他业主权利 拘留15天 罚款5000元 并恢复楼梯原状 大业输了得彻底 什么也没有得到 其实其他业主 也有大量精力与经济的损失 但显然 真正的问题 根本不在他们身上 我想这一点 任谁都看得出来 这TM不摆明了 是开发商的责任吧 开发商一手巧妙的协议 自己把利益拿到手 就藏了起来 矛盾丢给大业和业主们 去争斗 底层与底层互殴 他们在一旁看表演 这样一出戏 既然能演那么多年 我是万分差异的 如果在大业和开发商的 矛盾出现的第一时间 官方直接介入 谁违规 谁赔偿 把问题解决了 楼上的业主们 又怎么会遭到无望之灾 说穿了 拖那么长时间 让那么多人受到损失 都是监管和执法的缺失 所造成的 如此闹到最后 其实楼上的业主们 并没有任何获利 甚至维权的也不彻底 而大业同样如此 他做错了事 也受到了惩罚 但他受到的委屈 却拿不回补偿 有趣的事实 逼一个原本受委屈的人 用违法的方式 发现内心中的不满 这样 有理便无理 问题就能跳过第一步 来直接得到解决 多省事 至于给谁省事 又给哪些人增加麻烦 则要另说了 赤裸裸的民生问题 让人无奈 又感到悲哀的现实 并且 这样看上去小 实则很严重的问题 并不少 这是今天某网友 在微博上发布的视频 说中建三局拖欠工资 工人们到劳动仲裁局求助 结果不予立案 让工人们不要再浪费时间 可工人们又说 信访班让来找你们 你们又不管 咋找 这皮球踢来踢去的水平 不进世界杯都可惜了 反观工人们呢 就像在打太极 左右求助都被退来推去 最后指的自学如何打不倒的生存之道了 另一名大力发布的视频更是如此 一群房子被拆了 今年安置费却拿不到的河南拆迁户 来到办事处维权要说法 视频里他们大吐苦水 说跑了无数趟了 也不给他们解决 知道的 他们在维权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群大妈阿姨们 是在跑马拉松 一趟又一趟 铁人三项的本领都练出来了 悲哀的事始终未能进入终点线 常有人吐槽我们的公务员数量很多 难道公务员的责任不是为群众服务吗 数量多又为什么总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拖着不解决 效率堪比蜗牛 又或是把皮球踢得飞来飞去 像跟老百姓在玩一场传球游戏 如此现象 简直就与打电话在求助客服一样 动不动请稍后再联系 我们会尽快推给下一个部门 民生问题不是小事一桩 而是大事一桩桩 这么简单却重要的道理 也越来越没有人在意了 哪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